我的膚質是中性稍微混油一點點 但是冬天又會比較乾 所以算是混合皮膚 我覺得我這個視頻大概會結成上下級 哈囉大家好我是Amy我要來啦 今天要給大家剝的是我的2017大半年空瓶記 有這麼兩大箱兩小箱 反正就是塞的滿滿大嗎兩箱 主要是給大家講一講我對他們的印象 以及我會不會繼續購買這些產品 其實裡面還會稍微包含兩三件我到最後沒有用完的產品 然後也會跟大家說一下到底是什麼 好今天的視頻大概會比較長 因為真的有很多很多東西 有護膚品也有化妝品 那我們乾淨開始吧 那我們先從卸妝來 第一個就是比較火的Garnier家的卸妝水 那麼他們家有一個是粉色有一個是藍色的 所有的膚質包括敏感膚質都可以用 我的印象中說這個可以把防水睫毛膏 防水眼線筆都可以卸掉 所以我才選了這個 然後粉色的那個好像是不可以 我用這一瓶水用得非常快 我大概是一個月內就用掉這麼一罐 就是還挺廢的 卸妝力對我來說睫毛膏它是卸不掉的 如果我非要卸的話我就會搓著我的眼睛很不舒服 就我已經把它放在眼睛上敷很久了 可是還是卸不掉 所以我對它的印象是可能會繼續回購 但是我對它的用處是比如說我去化完妝之後 手會比較髒 然後趕著上面我會把它倒點在手上拿來洗手 或者是卸一下平常不擦點毛膏的妝 就是這樣 下一個也是一個卸妝產品 是FANNILA他們家的卸妝膏 這個卸妝膏呢 這一罐我是用光光的 其實我在他們家洗完光我已經用光了四罐了 然後我現在還在用第五罐 他們家的產品價格可以說非常的實惠 然後對我來說卸妝能力也夠 它可以把我的眼妝睫毛膏都卸掉 但是我其實不太打算繼續購買 我打算用完那一瓶之後就不再買了 因為第一個原因是我覺得好像長期用下來 我不知道是不是它的原因 我覺得我的眼下好像有一點點暗沉 然後另一個原因是它蒙眼睛 然後總覺得對眼睛會有一定的傷害 雖然它不會讓我眼睛難受 然後第三點是聽說它不太環保 反正就是會對地球造成不可磨滅的傷害 所以我不太打算再入這個了 就算它很便宜 然後我可能也會改換其他家的卸妝產品來用 既然說到卸妝產品 那我們再說說洗臉產品 第一個呢是Perfect Whip 這一個日本的也是非常火的一個洗面奶 專科這裡寫一個SENKA 是日本的一個牌子 價格不太貴 我記得是加幣10刀左右 然後它可以打出非常濃密的泡泡 就是它不會碰到那麼大 但是它的泡泡很細膩 然後洗在臉上很舒服 沒有特別重的味道 沒有特別重的香精味 然後我覺得洗完之後臉也不緊繃 但是會覺得很乾淨 我還挺喜歡它的 如果不是想要用 嘗試其他產品的話 我會考慮繼續回購這一塊 下一個洗面產品是 這個牌子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這個牌子是個國內的品牌 就是如果是中國國內的小夥伴 應該會有聽過 這是一個網上的牌子 叫做美墨愛墨爾 然後我就去買了一套白玫瑰的套裝 以及一套夜莫莉的套裝 夜莫莉是保濕 白玫瑰是美白的 因為很多都已經用完之後 當時還沒有再拍視頻 所以就真掉了 所以就留下來的一些 我可以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首先是這一個 美墨愛墨爾的夜莫莉 保濕舒緩 截面泡沫 截面泡沫大家聽起來就知道 它打出來是個泡沫 的確它是這樣子的一個 口口 然後你這樣按一下 就會打出一坨泡沫來 其實這個泡沫 我覺得它是有一點 怎麼說 不是那種你抹在臉上 它也會讓你感覺 一直豐厚的泡沫 它是有一點 充氣的感覺 就打完在火上 泡沫很膨 可是在臉上摟兩下 泡沫就沒掉了 泡沫有一點點水分在裡面 就更多是氣體 這種感覺 但是我覺得它洗完之後 臉上的感覺還是挺不錯的 它沒有緊繃感 然後也會覺得臉挺嫩嫩保濕的 我用了沒有任何的過敏 不是反應 大家如果對泡沫這一個地方 沒有特別執著的感覺的話 可以嘗試 在國內方面的話 買一下試一下 如果你有興趣 我覺得是OK的 好 面部清潔產品就到這裡 絲 結束 加下來 加下來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護膚產品 就是洗完臉之後 我們會拍水 第一個我要說的 既然是剛說完美墨愛墨爾 那我就繼續說它們加的好了 是這兩個 白色的這個是白玫瑰唇露 右邊這個是葉茉莉唇露 它們家唇露的方法都是要配水來用 然後就是說你不可以直接使用 你要1比1的配水 然後如果你是敏感肌膚的話 你就要以1比10來配水來拍在臉上用 這樣子 我對它們家白玫瑰的印象比較好一點 白玫瑰我是整瓶都用完了 看是空瓶 它們家瓶子是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瓶子 然後扭開了之後 然後這裡會有個蓋子 你把它掰開來之後 它們會送你小涼杯 你就自己要 對自己要找個罐子 然後在裡面倒1比1的唇露以及水 這樣配了用 我覺得白玫瑰的 我用了很舒服 用完之後覺得臉上 沒有任何的刺激感 味道也沒有特別重 嗯 臉會稍微覺得柔嫩一點點 但是其實我沒有覺得我 變白了耶 就它會讓我覺得 我臉上的 可能有一些比較敏感 有一點點稍微紅一點的地方 拍完之後可能會 可以膚色更均勻一點 就是消下去 我覺得它有一點點舒緩的作用 作為一個普通的水還是不錯的 但是葉茉莉這個呢 我葉茉莉只用了一點點 我就沒有再用了 我覺得不太受得了它的味道 它讓我拍上去之後有一種 就是有一種不安心的感覺 雖然我沒有什麼特別不良的反應啦 但是拍這臉上就是讓我不舒服 可能是我個人的感受 會跟普遍不太一樣 但是反正我會比較多推薦白玫瑰一點 葉茉莉我不太推薦 它們的唇露這個部分 我覺得沒有白玫瑰做得好 我不會再繼續買 白玫瑰純露的話呢 如果我在國內 我可能會考慮繼續購 那麼接下來是 這一個 橫果的陳野醫生毛孔收斂水 大家可以看到我還剩那麼一點點 然後我覺得它挺廢的 所以我大概再用個一兩次 就已經沒掉了 我就把它當空瓶來說了 那這一個呢 可想而言就是毛孔收斂水 就是讓你縮小毛孔對不對 那這種毛孔收斂水 一般都是要濕敷的效果會比較大一點 可是 因為我很懶 我大概濕敷只是敷過三次 剩下的我都是 放在化妝棉上 然後往臉上擦拭這樣子 我覺得它是 可能要長期使用 才可以感覺真的是毛孔縮小 那我這樣 像我這樣只濕敷過三次的人來說 可能是當下感覺會 毛孔好像稍微變小了一些 但是第二天又會回去這樣子 然後它如果做 擦拭 就是二次清潔的作用來說的話 它會讓我覺得很舒服 那個清清涼涼的感覺 擦上之後 就會覺得 嗯 二次清潔點 又更乾淨了一些 但是二次清潔如果是擦拭的話 就不會有很大的收一點毛孔作用了 我其實不會繼續購入 對我來說 它的性價比沒有很高 下一個 是 也是一款水 那這一款水呢 就是我們到健康水啦 好 其實我買的是這樣的一個套盒 然後因為我當時沒有直接買正妝 是因為我的小伙伴 跟我說它味道很沖 就是那種肥皂還是寶寶爽敷粉的味道 我還挺喜歡的 然後我買的這一個是 大家可以看到它這一盒裡面是有送這種 面膜紙 壓縮面膜紙的 可是我沒有用 然後它裡面會有三個 這樣子大小的健康水 三個 我都用光光了 然後還送一個噴頭 就是你可以噴 我還挺喜歡的 我覺得它可以做到一個急救的作用 我當時是覺得 某段時間皮膚狀況不太好 比如說 啊經常長些小痘痘在臉上 我就會覺得說 是不是皮膚需要做一個這麼調整 就是急救一下 我就會開始用健康水來濕敷 我就覺得它可以讓我的皮膚變得更鎮定 就是不再狂躁 不去長那些紅色的痘痘 大概是要濕敷個 四五天或者三四天 然後我覺得臉就會比較舒服一點 不會再去長那些 很可怕的痘痘 但是呢 因為這個四五天三四天 這個時常也是比較長一點 所以大家就自己蒸煮一下 到底是真的是健康水期的作用 還是因為時間到了 它就是該消掉了 我的印象還是挺不錯的 我會考慮去購入正妝的 下一個是什麼呢 要講兩個護膚前精華 就是你要在塗爽膚水之前使用的一個精華 這種精華呢我買了兩款 一個是雪花秀非常火的潤造精華 另一個也是比較火的藍蔻的小黑瓶 潤造精華雪花秀就是可以讓你的後續步驟更好的吸收 那樣的臉保濕嫩嫩嫩啦 比如說你後面保濕的話 它就會讓你保濕產品更好的吸收 我對它印象比較好 我覺得用完它之後 膚質的確會護膚完之後覺得更好一些 味道也很棒棒 味道也挺不錯 就是雪花秀他們家那種中藥一點的味道吧 就會覺得很安心是草本這樣子 沒有任何化學感 唯一的就是可能是價格以及在多倫多購買不方便 那如果我是方便買的話 我在韓國的話我會去購入繼續購入買 但是小黑瓶呢 小黑瓶這個我的印象就不是非常好了 我覺得可能是我沒有到達可以好好的 讓這一品產品發揮出它功能的年齡 就是它網上說的是用一個21天還是多少天 可以讓你的皮膚就是重生 但我覺得可能我的皮膚已經很好了 沒有 就是它沒有讓我覺得我皮膚重生 反而我在用它的前一週好像臉上 會有一點開始長東西的感覺 就是有一點不平整的感覺 不知道是不是它讓我 它對我來說太過於營養了 就是我沒有對它有很好的印象 包括它的價格也不便宜 所以我不會繼續購入這個產品 眼瞎露了一個爽膚水 這個呢是Believe他們家的 Believe是一個韓國的牌子應該 然後它是在多倫多的Face Shop Face Shop裡面有帶領這個產品 有接手這個產品線 然後Face Shop是一個韓國品牌 大家應該知道 這個Believe我買的是 For Normal to Combination Skin 就是混合皮膚到中性皮膚都可以適用的 它就是沒有那麼的濃稠 但是也沒有那麼的稀 比較中間的一個質 應該還剩一點點 唉唷 有 還剩一些 大家可以看到嗎 就它還是有一定的流動性的 然後 塗完之後是這樣 就也不會說馬上塗完之後什麼都沒有掉了 我覺得它在夜間使用很好 因為它的保濕效果很好 晚上用完之後很舒服 但是我非常不介意白天用 因為我覺得它跟很多粉底都會撞到結塊 就是對還挺可怕的搓泥吧 不只是他們Believe加這個爽膚水 包括他們加那個Lotion 那個Gel也是就是保濕凝露 還有保濕霜 就是面霜那個步驟的那個 那罐圓的 也會跟粉底很多很多粉底都會撞到搓泥 所以我覺得他們家這個系列的產品 可能會比較適合晚上使用 就不太適合白天使用 除了這個缺點以外 我覺得它的保濕效果啊 包括價格都是挺好的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購買夜間護膚產品的話 我還覺得這個是OK的 然後我們來說一下精華 精華的話 我這裡只有一款精華 就是這個377VC 美白的這個精華 這個其實我是聽了我小夥伴的推薦 然後才買的 他說對它來說美白效果非常好 就是 它用完之後還覺得它變白了 或者是它更白了 或者是它保持住了它的白 然後我覺得它的量真的非常少 它只有18克在裡面 雖然說你每次用 只用一點點 它是啦 它一點點產品就可以推很開 可是18克 然後它的價格真的不便宜 好像差不多七八十刀 快一百刀 這麼一小瓶 就還挺心痛的當時我買了 但是我還期待說 嗯它可以讓我變白 所以我就下了一個決心買了 可是 我沒有覺得它讓我變白 我還挺失望的 就是 我真的覺得它對我沒有用 不知道是不是我個人出了原因 就是我用它之後 我就是沒有變白啊 我真的有好好用 然後後來我就聽我朋友說 另外一個小夥伴說 說這種VC產品不能白天使用 會和陽光產生什麼的反應 然後我說 好 那我就白天不用了 晚上用 還是沒有效果啊 就是這麼貴的東西 一點效果都沒有 我真的 真的很失望 很失望 好那位小夥伴 你也不要覺得自責 沒有關係 它畢竟在你臉上是有用的 對不對 但是 這個就是要 可能看個人不同膚質了 對我來說它沒有任何用 我是 絕對絕對不會再回購了 好 這一個是 The Face Shop 他們家一個非常平價的系列 這個是Chelsea系列 就是 茶籽 綠茶籽 茶樹籽 我忘了是什麼籽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籽 反正不知道它是個籽 好 然後它是比較溫和的一款護膚產品 然後也是保濕的 多大保濕的 但它就沒有 剛剛我說的Gelieve 他們家保濕的那麼濕 就是如果你臉沒有那麼乾的話 如果你臉沒有那麼乾 你用那麼濕的東西 其實也是不好的 所以它就是 我覺得它對一個中性皮膚是挺好的 然後價格也很便宜 大概是20多刀一點點 然後我當時會買它是因為 我是在等其他的比較貴的產品 在飛往我的路上 然後我真的是沒有面霜可以用了 我就去買了一個這個 因為我之前用過 然後我覺得 它挺好的 雖然說效果不會說 哎呀敷完之後 臉是多麼的水光潤潤多麼好 但是我覺得它做一個基礎的面霜 沒有什麼可以吐槽的點 就是 它會讓我覺得 剛好夠 這個保濕剛好夠 然後也不會乾 也不會有任何不適的反應 味道也不會有什麼不好 就我覺得是學生檔 非常適合的一個系列 嗯就是平常保濕的一個產品呀 然後價格也不會了 可以考慮一下這個 Face Shop的 Chair Seat的 Fresh Moisture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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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ulsion 什麼東西 反正就是大概是一個 面霜 Lotion OK 另外一個呢 有什麼名字 因為我買了一個系列嘛 那我剛好就用完了 那這個就是葉莫莉保濕舒緩乳液 然後它們的產是這樣擠壓型喔 然後擠出來 現在真的 好 它擠出來一點 是這樣黑色的膠質 抹開之後就變沒有了唷 然後味道 味道就是那種茉莉花香 我覺得除了我吐槽的那個葉莫莉唇露不好用 其實它們家這個護膚葉莫莉系列的護膚品 就是保濕乳霜 我還是挺喜歡的 我覺得 挺濕的 哈哈哈 然後味道 這個我是可以接受 我覺得 嗯 沒有那個唇露那麼刺激 就即使我配的水喔 然後塗點很舒服 就的確會讓皮膚覺得 嗯 濕濕水潤潤挺好的 然後它們那個系列裡面 另外還有一個是 保濕舒緩面霜 就相當於說 這個是比較 沒有那麼的 濃縮 這個就是感覺更加厚實一點 雖然它其實也是膠狀喔 打開了也是 大家可以看到 黑色的膠狀 這兩個我都挺喜歡的 沒有任何不適反應 保濕效果挺好 大家可以去買來用一用 這視頻可以配飯嗎 Origin加這一款 Jinson的眼霜 這款眼霜其實挺火的 都說很適合學生黨 我也覺得價格挺適合學生黨的 然後大家可以看 用到只剩下一點點了 然後它呢 是主打消眼睛服種 以及去黑眼圈的 我沒有覺得它對我去黑眼圈 有什麼很大的幫助 嗯 因為它塗上的確會 就是有一個提亮的作用啦 說是有什麼 蝸牛精華 所以可以讓你的眼睛 下面看起來比較亮眼 就是說晚上可以使用 沒有關係 可是我沒有覺得它是在 從根本上去除我的黑眼圈 然而它的消腐腫的效果是挺好的 就是白天起來之後 眼睛難免會有一點點腫嘛 就感覺突然腫 嗯 去消腐腫的感覺挺好的 所以很適合學生黨 我會推薦學生黨購買 會繼續回購 如果是學生黨的話 下一個是一個 噹噹 一個睡前保濕面膜 其實這款大家已經看到 我沒有用完它 就只剩這一些了 然後這一個是 韓國的一個SMP的牌子的一個 燕窩保濕膠吧 就算是一個睡前面膜 然後他們家其實還有另外的 燕窩的那個SMP的面膜 我之前覺得挺好用的 然後這款就是這樣擠出來的一個 呃保濕面膜 我買它當時的原因是 我很懶 然後我覺得洗完臉之後 噴一層水 然後還有那麼多保濕的護手好翻 但如果用這個的話 我洗完臉之後 摩爾真爽敷水 我就可以直接擦這個一層面膜 去睡覺了 就很方便 也沒有讓我有什麼不適的反應 可是它沒有什麼特別好的效果 就是我沒有覺得 我第二天起來的時候 臉有多麼好看 甚至我會覺得它有一點 讓我第二天起來有一點點 泛油光的感覺吧 就可能 嗯 除了方便 和不乾以外 沒有什麼好處 第二天起來還會有一點點油 然後價格雖然是挺便宜的 可是 我不會再繼續回購 又是面膜 啊這個其實是個小樣 Rose Face Mask 是Fresh他們家的 然後呢 這一個是 你看裡面是這樣子的 是一個玫瑰的 面膜 這個是你要抹上去 乳到十分之中之後要洗掉的 那麼 玫瑰的面膜主要就是防氧化 然後讓你的皮膚不要那麼快的衰老 我覺得這一款吧 嗯 感覺是挺不錯的 但可能我沒有到衰老的那個地步 我沒有感覺出來很大的防衰老的效果 可是用完之後的確會覺得洗完之後 感覺稍微膚質變好了一些 自己的感覺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嗯 但他們家的產品說實話 這個價格不便宜 對我現在這個年齡的效果 以及它的價格來說 我應該暫時不會去購買 但是如果等到了 我有一天 需要去防氧化了 可能到了25之後吧 其實大概就是一年之後 可能會考慮去繼續購買 啊 瞬間暴露了自己的年齡 怎麼辦好方 又是一個沒有用完的產品 蘭芝他們家的 這個唇膜 好 也是非常火對不對 好 打開之後是這樣子的 一個粉色的膏狀 可不可以看得出來 我其實大概只用了 三分之一 或者二分之一 不是說 他們產品不好 有的因素可能是 我覺得很麻煩 就 對 他們配了一個小勺子 因為這樣拿出那個小勺子 挖一點出來 放到手上 塗在嘴上 再把它蓋上 然後再把小勺子擦乾淨了 然後再放起回去 對我來說太麻煩了 我太懶了 我更喜歡凡士林 凡士林擠在手上 然後再塗上唇膏 我覺得他的厚厚的塗一層 保護嘴唇的效果也非常好啊 就沒有必要那麼麻煩 還要拿這個挖一下 然後再塗在嘴巴上 然後 好說他的優點齁 他的味道很好 很像草莓酸奶 嗯 很像草莓酸奶的味道 然後效果其實也還不錯 的確就是會 保護一層嘴巴這樣 然後當然第二天早上起來 來說實話我沒有覺得有明顯的 嘴巴很潤 但是他會讓我覺得 我的唇色變淺一些 嗯 不嫌麻煩的小夥伴可以試用一下 但我自己個人不會回購 我會直接用凡士林 嗨我的護膚品全說完啦 好 接下來讓我們進入 percept最好 にな是把他們的消音 �를 mari forb ہ恩 na men hu 空 Brady 他的筍子